對,印第安人對阿...對...對...阿凡達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 無福奇事的並行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356集的節目 今天帶來大家做的這款是魔方 推出了MS33號的這個名字叫Deadly 如果去Google一下的話 它就叫做致命的 Dead是死亡 加上LY就是一個副詞 那叫致命 這個的話呢,毫無疑問的話呢 是致敬到大電影裡頭 那一具感知器 在巡視了Atmos Prime之後呢 說的那句話 我恐怕這個傷是致命的 那Deadly的話呢 是一款做工來講 我覺得是非常平均的一個魔方的產品 首先啊,它這個塑膠 不太像以前的尼龍應該不是啊 稍微比較堅硬一點的材質 胸口的話呢,是一個透明部件 然後呢,透明部件裡頭的話呢 有這個細節的刻畫 那麼細節的刻畫的話呢 它的裡頭這一片啊 這個的話呢 並沒有完全黏死 有時候在變形的時候呢 是會掉下來的 那我不太想把它黏死 是因為呢 如果你裡頭中了膠水的話 那麼這一側透明這一邊 可能就會有一個黏到的痕跡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就暫時就先不處理 反正問題也不是很大 那麼它身上的話呢 魔方的產品呢 有時候呢 因為多了腰部這個關節 有時候比較偏鬆 但這一款呢很明顯的話呢 有特別的緊實一點 還是會晃 但是比起之前的幾款 已經好上非常的多 反而是呢 它的這個下部這一帶 還有一個部分可以這樣子翻出來 在這裡 這一帶的話呢 靠的是前面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這個 有一個錨釘 這個地方啊 反而是這一次的把玩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可能去鬆掉的地方 那它身上有一些可能會過鬆的位置 就是理所當然的這個球關 但是呢 我稍微加固了一下 已經好的非常的多 這個部分比較好處理 那有一個地方 稍微的過緊了一點 這一側 二頭肌的轉動 比較緊一點 那我是已經給它上了吸油啊 所以轉動起來就比較沒問題 我不知道各位拿到的時候呢 是怎麼樣的 再來是 從盒子裡頭拿出來的時候呢 它的這個這個肩炮 並不是在這一側 而是在這一邊 盒子是收納在這一側 但是呢 合繪的話呢 炮都是在這裡 那這個替換也很簡單 從後面這個地方把它給打開 這個地方打開之後 這個地方 就可以做一個 哎左右 兩側的對調了 非常的簡單 那平常我們就把它合回去 然後推上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啊 這裡是有一個凸 然後背部的話是有一個洞的 另外一側也有洞啊 所以呢 你要兩側互換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炮的話呢 左右可以稍微轉動一下 拍照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瞧一個 你喜歡的一個角度 再來啊 眼睛啊 絕對不像合繪一樣會發光啊 並不會 但是這個頭雕的話呢 我個人覺得也是做的挺好的啊 眼珠子的話 這個藍色 MP10的水藍色很漂亮 手臂三度零度轉動 平舉沒有問題 它的一個手臂上面這個地方 轉動的時候整個轉下來 啊 會有一個類似脫臼一樣的感覺 轉下來 但是平常轉動的話呢 你不需要靠這裡去轉動了啊 你可以靠這個二頭肌啊 用這個地方來取代 也就可以了 手臂的話呢 可以彎超過於90度啊 所以它可以做出一個 類似於敬禮的動作 非常好 那拳頭也可以轉動 那有一把槍 槍的話呢 沒有塗裝了啊 整個是黑色 細節呈現還可以 整個呈現就是還蠻居萬化的感覺 腰身也可以轉動 腳前後左右踢 那膝蓋的話應該是照理說 應該是這樣子這樣子變的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折成這樣 彎的會更多 那就看你個人的偏好 這裡的話啊 是真的是有一個縫啊 並不是沒有變到位 它真的就是這樣子 那你從側邊看 可能還看到類似像是 你會以為是類似於是履帶一樣的造型 當然經典系列的話 有一款感激器啊 它是變成一個類似於是一個車輛的 它就有類似履帶的造型 我覺得也是那一台玩具變形很難啊 我覺得非常的不容易去變 我好像沒有做過它的變形的節目啊 有機會再跟大家做一個解說好了 雖然我覺得機會很低啊 那整個人物的話呢 造型可以看得到了啊 非常的飽滿 很扎實 並沒有什麼空洞的一個感覺 算是非常中規中矩 甚至我覺得是非常不賴的小比例玩具 造型也真的是挺好看的 那麼大小的話呢 比官方的一個指揮關機還要來的高 那變形也是比較有趣啊 那我會建議各位的話呢 變形的時候呢 可以參考一下我的流程 說明書的話呢 是叫我們從腿部先變形 但是我個人覺得呢 還是從上半身先變 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先把這個手啊 給收進去 這個沒有任何難度的一個 把手臂給收進去 好轉動 轉好 拳頭轉要轉直就可以了 放進去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胸口這個地方給打開啊 胸口這個地方給打開 非常重要的一個結構 從這把打開 好 翻折下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把這裡 這個手部這個地方 你朝這個地方 搓過來 把這個地方給破壞掉 不是真的把它破壞了啊 就是把它這個結構呢 給解開 解開之後的話呢 這兩個地方一旦解開呢 整個背後就可以翻到後面去 然後翻到後面去之後呢 我會建議啊 先把頭給變形完好了啊 這個頭這個部分是這樣子啊 把這個頭呢整個先掀起來 背包也給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透過這個敲敲板的結構呢 是把頭呢 給往後面轉過去 轉出去 頭這個轉出去 轉出去轉到這就行了啊 你可以看到啊 這個人臉就會擺在後面啊 這個時候我會建議各位呢 會有兩片這個凸 你把它翻出來 到這 卡住 頭就卡在這了 頭就在裡面了 基本上是不會動的了啊 不會動的了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部分 這是原本手臂 我們剛是這樣子把它打開嘛 這個時候你這裡有一個關節 把它反折進去 反折進去之後呢 黑色的這個連結桿部分 就直接的把它往上面推上來 手臂先往上推沒關係 這裡推上來 好 然後呢 手臂先往上推 方便我們呢 整個捏過去 把這一個兩個部件 把它給扣起來 好 扣起來之後呢 你會發現 我們剛翻折上的這個部件 這裡會有個凸 剛好扣進手臂 這裡把它按進去 這裡也是一樣 轉一下 按進去這樣就行了 再來這裡有塊部件 把它給做一個180度的旋轉 然後這裡會冒出一個 一個凸 就是跟前面這個縫 做一個結合 把它給往前面 按下去 那這個 這個 顯微鏡的這個 照的這個 這塊部件 就沒有任何解說的餘地了 就直接這樣子 就放下來就行了 它左右還可以動一點點啊 這個看一下就明白了 再來我們就 把整個上半身其實已經變形完了 而且它所有的卡構 都是卡得非常穩的 上半身是很牢靠了 沒有任何問題 再來腰轉180度 然後的話呢 這裡 看到吧 內部是有一個 黑色的一個凸 就是要跟這個藍色的這個 熬啊 是做一個結合的 那要記得是 就把它給對準 扣上去 等一下可能會鬆脫 無所謂 不是很重要啊 再來把這個腳的話 斜尖轉這 然後這個部件 給打下來 打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們把這個部件 這裡啊 腳後跟跟斜尖 斜尖往前 腳後跟就是往後 然後呢 這裡有一塊 這裡有個部件 彎過來之後 紅色的凸 對 印第安人 對啊 對 對 阿凡達 差點忘了那個藍色的人種 哈哈 好 然後呢 這裡面啊 會有一個黑色的凸 有一個黑色的洞 中間那個 把它給扣進去 但是其實扣的不是很穩 我個人真的覺得 它只是放下去而已啊 只是放下去而已 這一次我們就可以變快一點 這樣轉過來 這部件 翻出來 然後呢 這個地方轉過來 紅色的這個凸 插進藍色的洞裡頭 然後呢 腳後跟往後 腳尖往前 啊 因為這個手機啊 我覺得它錄影超過十分鐘 就可能會過熱了啊 所以呢 已經八分鐘了 我得加快一下速度 到這兒 把它給放進去 那這一側的話呢 感覺呢 更放的鬆一點點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了 那麼呢 這個時候呢 稍微放在桌上去調整一下 為什麼要調整一下呢 因為它的一個腳啊 這個 兩側的這個角度 是可以一直滑動的 所以我們就放到桌上 做個簡單的調整 那麼呢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顯微鏡的一個形態 槍的話呢 找不太到可以放的地方 暫時放這吧 那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載具的隱藏形態 我個人覺得一體性還算可以 就是下半身的卡扣是稍微 尤其是側邊這一帶 其實扣的沒有說很緊 你稍微去壓一下 還是可能會動的 那這個地方可以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調節 那這個調節輪的話呢 這個地方是可以轉的 多少可以轉一點點 這裡也可以轉一些 這裡也可以轉一些啊 就可以偽裝成它是一個 學術用的一個裝置 整體來說變形是比較簡單的 卡扣也是算是比較明確的啊 那造型的話呢 你覺得像不像真的顯微鏡 我覺得還是有一段差距的 那G1裡頭 它的一個顯微鏡的形象 長什麼樣的 其實我也已經沒有什麼印象了啊 但是以一個把玩性來說的話 這一款做得相當可以 人形的一個完成度也算挺高的啊 變形也不是很複雜 大家只要上半身這一帶 流程記住的話 就沒什麼問題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一起拿到這邊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